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 我是萬通國際投股蕭春元老師 今天是6月1號6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整個台北股時間的表現還不錯 整個指數再創進行波段的新高 我們稍微看一下 台北股是從520開始 他就是開始一路的上漲 那這波的上漲我們之前跟大家預告過 台股有機會去走B型反轉 那B型反轉過了之前的一個季線的一個反壓區 8500點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到今天為止目前的指數來到8585點 再創新高 那到底6月份的台股現在要怎麼去看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如果說你之前低檔沒有進場的 這地方你到底來不來得及你的操作策略到底該是如何 那我記得之前我們跟他說過台股的機會走B型反轉 那走到B型反轉之後上個禮拜我們跟他預告說 這個地方的這個禮拜的一個重點我們要看一下中國股市的一個動向 當中國股市能夠出現股漲的話我認為 8500點就不是什麼壓力了所以你會發現到 近期如果說我們從國際股市的表現來看 昨天中國股市已經一根長紅出現大漲 大漲完之後呢在今天的走勢裡面 持續的再去挑戰 前面季械的反壓這代表說 最落後的股市他已經漲起來了再加上 之前強勢的一個股市什麼叫強勢的股市 比方說廢整半導體 在這波的走勢已經在創 歷史的新高好從國際股市結構裡面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他現在是維持在多方的結構 所以呢台北股市你說在這個時間點漲多之後要出現壓回 漲多之後呢要出現一個大跌我覺得 不可能啊因為國際股市都在維持多頭 可是以6月份台股的走勢來看我認為 台北股市呢慢慢的他會維持一個漲多之後的一個區間為什麼 這個區間的模式不代表說多頭結束反而他有養空的一個味道在因為 6月中是美國的一個升息的一個到底有沒有升息的一個機會 6月中會有一些答案在 那6月中又是屬於期貨的一個結算 所以呢在整個台北股市因為接近到6月中旬的時候呢 他的震盪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光就指數的觀點來看 這地方你不用特意的去做追高的動作 反而重心要放在個股 那個股要怎麼去做待會我會在節目裡面 詳細跟大家做解說 不過呢在6月份的操作的一個指標裡面我覺得 匯率的走勢 他會相對比較重要因為我們剛說過了 因為美元呢美國在今年呢有機會在6月份 有機會 出現升息 他升息的話會帶動美元的指數走強所以呢 當美元指數呢在這地方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升值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壓抑到 整個亞洲貨幣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空間 所以亞洲貨幣反而有貶值的一個效應在 可是我們這幾天我們就會發現到 整個新台幣的匯率反而在這個地方 沒有因為美元的上漲 反而這地方出現升值 你會發現到 這幾天都出現升值嘛 在這個時間點 沒有因為美元上漲而出現貶值 那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波從520的上漲呢外資很多 資金 他沒有跟上這波的腳步 你從昨天最後一盤呢 增加了400多億來看你就會發現到 外資現在很積極的在回補他的一個持股所以呢 在整個6月中旬之前 只要匯率新台幣匯率沒有出現貶值的話 反而這種買盤他會一直在做一個延續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的外資的一個回補的力道 他會開始呢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加強的一個狀況 那這就有效推升整個台北股市 維持在多方的趨勢 可是剛跟大家說過如果說6月中 美國出現升息的話 反而這地方啊匯率的變化 反而新台幣匯率未來 反而在6月中之後會有貶值的壓力在 所以6月中之後外資的買盤他會縮手 所以就從指數的觀點來看 這地方會呈現拉高之後的一個震盪盤局 可是我覺得 對於指數不需要在這個6月份 太過於操心 反而要從個股的角度去切入 因為6月底 這個地方會有 法人的一個 作戰的行情 那至於我們要怎麼去掌握 法人作戰行情的個股 好那各位 我們一跟他強調 要懂得去抓輪動 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 像是之前在520附近的時候我們跟大家講我送你一檔個股 那這檔個股你會發現到 他是3265的台新客 20塊左右買進之後呢你會發現這波的走勢 到今天都還在創新高 那這個波段走勢最起碼 都超過兩成以上的空間 你要有這種兩成以上的獲利的空間的股票 各位 之前就跟各位講過的一些個股 比方說 3658的漢維科到今天為止再創新高 已經來到1200多塊了 這波的走勢裡面最起碼的獲利的空間 超過25%以上 比方說 2439的美率同樣的 在今天也是在創波段新高 這都是都在之前低檔的位置去 介紹給各位的股票 那後面我們掌握到了輪動 像我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 你打電話進來我要送你一檔個股 那今天這檔個股呢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呢我們切入去買進 好那這檔個股呢 它是屬於遊戲軟體的宇峻 這檔個股呢在今天早上10點02分的時候就工漲 但是我們今天 沒有買 因為我們昨天買進了 今天都不用追 昨天我們差不多在35塊錢附近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做切入 那這類型的個股 剛才供給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的速度會非常快 因為 這都是屬於法人任養的股票 那現在我們所切入的標的都是跟法人任養有關 而且這種任養的個股它一定有它的題材在 而且位階構低 因為它是屬於補掌型的個股 所以它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呢如果你前面不管是錯失了像漢偉科 或者是2439的美率 那甚至於在520我幫你掌握第二批的輪動 像是屬於像3265的台新科 最起碼都超過兩成的空間 像昨天我們切入到第三批的股票 像是宇峻今天呢 10點鐘左右 就工帳漲停 目前呢還是維持在多方 還要繼續繞網上控 那這都是我們在掌握市場輪動裡面 才剛要發動的個股我們提前 建議各位 及早進場去買 這是我們的操作方式 所以如果你認同我們的操作方式的話 反而在這個禮拜的後半週 有一個族群它要發動 那這個族群呢我們目前也都在佈局當中 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操作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一個操作方式的 各位 今天我們有一個 6888的優惠方案 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 法人操盤市 那甚至於 我會幫你掌握 後面整個法人作帳的一個標的 法人作帳的一個標股 那如果說 資料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的行列 謝謝 謝謝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要多重點 嗯 我們要多重點